农历的12月16号是尾牙 县府特地在大门口摆设贡品及鲜花宿国击败土地公 县长林明珍、副县长陈振生、县议员曾振严、林芳瑜 还有新闻及行政处副处长黄富林一同击败 祈求县政推动顺遂、献民、平安、健康 农历的12月16日是尾牙 县政府特地在大门口以及司机休息室前摆设贡品、鲜花、树果及香案 击败土地公 感谢福德镇神一年来的庇佑 县长林明珍、副县长陈振生、县议员曾振严、林芳瑜 以及新闻及行政处副处长黄富林一同击败 祈求县政推动顺遂、献民平安健康 今天是买家 我们管政府为了买业 要让我们这些完工 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立案 我们特别准备一家省励、水果和礼品 来接拜我们国风众神来比喻 可以让我们所有管政会员工 车辆的进出都可以顺势平安 今天就特别来接拜 希望做众神来比喻 县府准备了五升、水果、饼干饮料 以及金箔财宝 祭拜福德镇神土地公 祈求同仁身体健康 县政业务推动顺利 并保佑司机行车在外平安工作顺遂